我问你为什么想出来偶像你 因为 我想成为发光点 刚开始做就好像都没有想过 然后走到这儿来 就是觉得可新鲜好玩 然后觉得有意思 结果现在呢 就是 上到比较大的舞台了已经 现在想的东西肯定跟原来不一样 现在想的就是说能够 带来更好的作品 然后能够让大家 记住你 用作品就是留住别人的心 对我就这么想的 对 你好 他这个 哪一个的区别是什么呀 我要开两 开两 开一对 就这样吧 文哥 啥感受啊咋样 就是很新奇的一个 确实 第一次 18岁还没到就开始玩上 都开始玩上核桃了 是 这个感觉很好玩 很舒服 啊 我再去买一个能盘的你知道吗 可以啊 可能会随着携带吧 之后 长大之后会觉得 其实有时候一个人真的需要安静一会儿 当你安静的时间多了之后 四处多了之后 你会喜欢 或者习惯这样的感觉 不是孤独 我觉得是享受 因为我为什么会享受这个时刻呢 是觉得 这个时候是会让我真的会明白 思路清晰 所以我会享受这个时刻 因为一个人的时候 你会很明确自己想要的时候 你想达到任务 比如我今天晚上我在练吉他 我就 狂练呗 然后我今天晚上要干嘛干嘛 我已经就得做到了 三二一 生日快乐 二二生快乐 好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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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如果说成长的代价是孤独 那我绝对是幸运的 我享受独处 因为毫不犹豫的拥抱爱我 我是刘文 我准备好迎接我的18岁了 请和我一起期待吧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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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